我以前在台湾有一个很尴尬的经验 女学生温关 神节气关 不是现在跟我们现在一样吗 对 就是跟这样一样 世界气关 因为这是在台湾六年前 我的肚子不舒服 肚子痛 我就去了看医生 然后他们发现有很大的问题 他说你要开刀 那你开刀前 医生要帮你接到鸟馆 他就带很多年轻女生们 学生看 跟这样差不多 可能是实习的 学生 因为你知道在乌肯平常也会这样子 可是他会问你 你才不在乎 如果带女生们 带年轻的护士 就叫他们怎么做 然后你可以 如果你很尴尬 你觉得你不想 你可以说不要 可是在台湾他们没有问我 所以他就带很多年轻女生们来 然后就开始做这个动作 你知道因为你要拿我的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肛子要拿拿拿 然后所有的护士 你知道他们都看 然后好尴尬 真的非常不舒服 然后你知道最不舒服的是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我的中国人不好 但是我这个我一点点可以听得懂 因为那边就年轻女生们就开始聊了 然后说了 我以为外国人比较大 但是为什么这个外国人 为什么这个外国人 跟我的台湾男朋友一样 然后我就知道 这是什么意思 我在里面 里面那么多人啊 然后在里面那么冷 我觉得你现在只能脱裤子来看一下 以致证明 这个就是超级尴尬 好 那我的故事呢是这样 其实就是在我生小孩的时候 因为我都是剖腹嘛 然后呢那个时候我就是已经震痛 准备要去生了 然后因为剖腹呢是比较靠近下面 所以要把毛给全部处理掉 然后我躺在床上的时候呢 其实护士已经稍微觉得我有点面熟 她说 你是不是在卖的那个 啊 他们可能不知道购物台什么 他就说你是那个在卖的小姐 第一个护士就说你是那个在卖 我就点点头微笑这样 可是还是在准备正通 承认了 然后接下来呢 就下一个护士进来 他说来我们准备要除毛了 你把衣服都脱一脱 我说哦 好 然后我就下了床 然后肚子很大嘛 然后我的内裤就拖到膝盖 突然刚刚认出 我是在卖的那个小姐的护士 他就跑进来说 啊 我问到了 你是宇安 我的内裤脱到膝盖 我心里就在想说 这个时候是要把它穿起来 是干脆脱掉 好尴尬哦 而且她下一句多可爱 她说宇安 宇安 你那个 是不是姿势 你肚子很大 你不好脱内裤 来 我帮你脱内裤 这也太尴尬了 对 就好心啊 你就 对 好 谢谢 然后我就把她脚举起来 让她脱起来 这是第一个 然后接下来拖到那个手术台上了 因为我是 伯父是半身麻醉 所以它是这里有一个布连遮着 但是因为上面有手术灯嘛 其实我透过手术灯 我可以看到 它在画肚皮什么 其实我都看得到 真的哦 可以 可以啊 手术灯会反射 对 会反射啊 但是呢 这个时候来了一个很有趣的 麻醉师 麻醉师呢 他就进来 他一边抱我麻醉 我昨天在电视上看到你卖那个什么东西 你觉得我这个状况 我心里想说 下面已经在下面画第二刀了 很尴尬 你就是一边看着自己的肚皮 这样一刀一刀剖 然后有一个人一直要跟你聊天 我又不想让他到时候去爆料公社说 语言好转 我跟他讲话都不理我 对 所以我还要跟他 对 那个东西 你是怎么样的症状啊 可是那时候真的很不适合聊天 对啊 可是你就知道说 有时候真的你没有办法掌控他们 像我之前也有一个类似的一个经验 医生说大牙的面子 你少在那边给我做面子哦 我没有说真的 真的很尴尬 可是我当下是很尴尬 因为我每年都会定期去做那个 六分钟护医生的检查嘛 然后也是有一个帘子 然后医生就进来 然后他就这样下来 然后检查 然后说 嗯 很漂亮哦 然后我说 我想说 他是看你的脸吗 看你的脸 他就在忙他的 然后我就躺在那边 一块布幕在这里 他说很漂亮 我想说他是在跟护士讲话 跟我讲话 还是跟谁讲话 然后我就这样 没有 我说 你这个很漂亮 我说 什么叫这个很漂亮 他说 就是称赞你的意思 我是说 可能跟蔡博文一样 要脱裤子看一下 不是 我就说 没有 所以 会有长得不漂亮的吗 他说 没有啊 这个其实就是说你很健康 要看它的颜色 然后纹路什么 纹路 我其实没有想要 迟到这么多 难道你又想要听他说 很丑哦 这真的很严重 不是 你就讲很丁 这是我讲过最丑的 就是讲白话一点就好啦 不用来健康 没有问题 对啊 定期来检查就好 对啊 这种称赞会让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还是你会遇到那种 喔 水感 也很尴尬 真的很尴尬 台语挂的 所以这个故事就是说 大牙的 很漂亮 你为什么只听到那个重点 是不是 是不是 大家听到都这样嘛 对不对 差不多 对啊 那我跟你讲 我老婆也是 我的老婆采牛奶 因为就是我们老婆生小孩的时候 第一个小孩 生我女儿的时候 我们要坐月子中心 然后在那边的时候 她会喂母奶 給我女儿喝 然后每个晚上 她还有另外一个什么机器什么的 可以捐备 对啊 母乳系 可以捐备一杯 然后有一个晚上 我拿这一杯 然后给胡舌 因为他们会玩 半夜的时候会照顾我女儿 然后就跟胡舌说 那这个是我 我要给我我女儿的牛奶 然后胡舌说 小朋友这么笑 不可以喝牛奶 我说 当然可以啊 这是OK的 她说 不可以 我说 但是是我老婆做的牛奶 然后胡舌看我说 母奶 说 因为我 我来台湾好几年 没有想到 母奶跟 因为牛奶是牛奶 我学到是 但是没有想到 是母奶跟牛奶是 牛奶里面有牛 所以他们说 是不对 对 不一样 可是国外母奶跟牛奶 都是牛奶吗 都是牛奶 母奶也叫牛奶 是 母奶是什么的 所以我学的时候 没有想到这个 对 应该还是有差吧 对 我有跟你们分享 就是我 我遇到的事情 就是我去看牙医 对 然后可能我 应该没半年就回去洗个牙 就是为了保持好的卫生 对 这个是很重要 Anyways 我在那里我就躺下来 然后她就拿一个吸管 就是 就是管子 然后就是要吸你的口水 对对对 对 然后平常她会 就是会玩那个管子 对不对 但是这个护士 她没有 她就直接放在我的嘴巴里面 然后 开始吸口水 然后很快就掉了 然后这个护士 她翻译超快的时候 她就抓那个管子 那个管子再来呢 就开始吸她的手 然后她就开始紧张 然后就掉在地上 我说 这个绝对不要再放在我嘴巴里面 太脏了 对 然后可以 所以她就很紧张 然后她就开始蹲下来 拿那个管子 然后刚好她的屁股 刚不小心碰到旁边有一个按钮什么的 好像是压器什么的 然后 然后就开始飘来飘去 像一个蛇一样 对 然后大家就会 然后她就 然后这个压医 就是好像有七个 七个椅子 大家都来看我们这边 我觉得这个超丢的 好像是她第一天上班 然后我觉得 可能也是她最后一天 最后一天 所以真的很夸张的事情 不是 我觉得有时候出国看医生 就像你讲的 真的是很不方便 对 然后语言又不通之外 其实有人发现说 到一些国家看医生 其实医生是很亮光的 有没有 我之前在南非 遇到一个很夸张的事情 我之前在南非 我的手摔断 可是就是 不是裂掉那种 是我的手断三个位置 所以我整只手 就是有点这样下垂 这样一个 有一个V字出来 就是我断 我断这里 这里跟这里 所以我整只手 就是一个V字的下垂 对 然后就很严重嘛 完全断掉 然后我那时候就是 冲去医院 然后 我不知道医生在想什么 但是我到急诊 他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先打那种 呃 安安 那叫什么 麻醉 麻醉之类的 就是让我先不要那么疼痛 因为那个痛真的是巨大 然后 他应该是先打马飞 让你止痛 我不知道他打什么 但是他打一个针在这里 就是刚好我断的那只手 但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因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可能 Discovery Channel看太多 我就是很像动物被射到马上就晕倒 然后人的反应是一样 他打进去 针放着 马上就把我的手抓起来 想要放进 好痛 他想要放进盒子照X光 然后他针放下去 马上就抓 然后我就是很痛地挣扎 然后甩 因为真的太痛了 然后他还说 诶 麻醉还没有到你的手 不然 我真的超傻眼的 他说 那你再等一下 我们再等一下 我等一下再来找你 然后就转身过去坐下吃午餐 然后吃了差不多10分钟 刚好止痛药也退了 麻醉退了 重点是他完全忘了有我在 我的手已经变成一个那种V字的 这种形状 他忘了我 然后我就坐在那里 诶 诶 那个我的手好像马了 差不多10分钟的话 哦对对 不好意思我忘记你了 然后就过来 然后一样把我的手抓进盒子 然后去照X光 哈啰 大家好 喜欢我们的节目吗 按下铃铛 订阅我们的二分之一强YouTube频道 最新影片随你看 精彩内容不漏街